安排 那可能機會也不大 你是對 應該還有機會 還可以投到 陳文傑上來打第一球 這個球打得並不砸實 在比較淺的外延位置 接過林立凱 再多轉一圈 沒有辦法接到球 球落地之後 累積到跑者是要順利的往前推進 哇 這個太多了 這個半局林立凱有一次相當精彩 策動雙殺的美技 但是處理這個高飛球的時候 判斷上面是發生的瑕疵 沒錯 沒錯 這完全是弱點的判斷的問題 一下子讓中信再追加2分的保險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投手是投得滿成功的 打得很高的關係 所以林立凱要多花一點時間 找球的弱點 但飛得比他想像中要來得更遠 看到他一路的一直往後退 已經是退到了幾乎外野手 可以處理的範圍了 是 就是弱點 弱點的判斷沒有很精準 所以最後他要去 因為判斷離他的距離有一點 所以最後他要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ulie 記得訂閱我們中信兄弟Twitch頻道 還有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你來說 好嗎 好嗎 好嗎